無論在處理這次重大危機 或者繼續履行管治責任 我都會堅守以下幾個原則 第一,堅守一國兩制 維護受基本法保障的人權和自由 但對任何鼓吹港獨 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行為 絕不容忍 香港回歸祖國22年 一國兩制是維持香港長期穩定繁榮的最佳制度 國家領導人多次表明 一國兩制是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 是國家的長期策略 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是國家、香港 以及兩地人民的共同願望 雖然香港正經歷風高浪急的困難時期 但是我相信 只要我們準確地緊守一國兩制原則 一定能夠走出困局 第二,法治是香港極為重要的核心價值 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 我們必須揭力維護 不容有失 法治的多個元素 包括人人必須守法、公正、嚴謹執法 不受任何干涉的刑事檢控 和獨立的司法裁決 都必須受到尊重 不可偏廢 第三,香港的制度優勢 是經年累月 由不同機構和組織匯聚而成的 他們包括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公務員隊伍 執法和監管的機關、公共服務機構、傳媒組織等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保護他們 不容損毀 我亦借今天的機會 感謝在近月衝突中 仍然堅守崗位的每一位 包括各機構的員工 特別是警務人員、港鐵公司 和機場管理局的員工 維修和清潔的工友 和大量默默守護著香港的市民 在這次事件中的付出和努力 令我們這個城市能夠繼續運作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